今天来到了雪山下面,正好遇到了一个大教堂,十字架。 前两天,成都秋雨教会的牧师王仪被共产党抓进去开庭。 他们夫妻在上面讲了两句话很好。 他们有26年的婚姻,有婚姻结婚证,同时有了一个居留证,逮捕令。 他们感觉到这个是神的儿女在行使神的权益。 我一开始对基督教有一种不太好的评鉴。 我就认为中国那么苦呢,神为什么不来针灸中国人? 但是我从王仪夫妻两额,他们包括中国大陆千千万万,在牢里的这些基督徒们,我看到了神的身影。 神其实是在针灸中国人。 那么给我感觉特别深的就是,神的儿女们在行使神的权益。 中国共产党现在到了什么程度,竟然禁止基督教,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,抓捕这些牧师信徒们。 与这个世界这个普世价值背道而驰。 现在我来到了美国,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信仰。 我就觉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,在行使神赋予给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和权利。 以基督教在针灸中国的这些苦难。 谢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